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订阅订阅D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卤肤最喜欢的带骨肉 ONE PEACE 首先呢我們要先把棒棒腿 就是切成這樣子 就是很像郁金香 郁金香棒棒腿 因為我們到時候要把蛋包在裡面 然後再放進角落 所以你要先把這邊的 筋跟肉先切除 再去除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就是你要小心你的手 因為這個 這個功夫其實還蠻複雜的 而且要小心一點 大家在去肉的時候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一不小心就會切到 切到或剪到你的手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才行 然後把肉 好啦 那主要的話就是把 這是骨肉分離 然後把肉就是 分散開 因為到時候我們要包蛋 就是要把肉把它整個包起來 所以你的 你的肉不能是一塊的 你要把它切散開才行 你是否有個朋友 還是要保 Vielen 於是 還是要用它 你不會打到 那就是要保鮮 尖書 你蓋回家 就是要包 és 還有柏油 我們這就是要保鮮 你會把肉 喔 你會不會 你是要保鮮 那麼容易 發泡 你可以 你會不會 那就是要冷 蘑菇 然後 首先要先在 要先在手上抹一些油 再洗手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開始用 就是要用水煮蛋包起來囉 好 我們先拿一隻棒棒 我們看那個人做什麼都很簡單 其實他們的東西超高的 就可以進烤箱囉 然後是烤箱現在預熱200度 然後一邊烤到一邊注意火候 那烤個15-20分鐘 當然如果說你覺得裡面還沒熟的話 可以提高時間 或者是說這樣減低時間也可以 那當然上面要鋪料理子或是洗脖子 因為我們沒有了 所以我們只好這樣放 所以大家如果鋪料理子或洗脖子也比較好 那我們就放進去囉 好 有200度 烤15-20分鐘 那個15分鐘 那就是什麼東西 那當然還是要一邊注意火候喔 要隨時看一下 對那大家如果真的有有閒有時間的話可以在家裡面就要試 真的要有時間要試 這個很棒喔 大家可以試做看看喔 對這個 diferentes 我們可以吃了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吃功ality 我們可以吃了一些 你們可以吃的 可以吃吃我也 好 沒有 我們可以吃 我們可以吃 吃 吃